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Swift UI 今天是第13期 在给您分享今天的课程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们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流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限制用户输入 对吧 咱们不管是login还是表单 对吧 咱们会接受用户输入的数据 那么咱们在后台 需要对用户输入的内容 进行一些个合理性的判断 对吧 比如说用户输的位数 不能够大过八倍 对吧 该怎么做 今天咱们就给您来个简单的例子 实验一下 好 咱们先少续马上看一下 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限制用户的输入 咱们会用到可观察对象 出版属性 已经设置 包括观察的对象 这四个属性就可以完成 都该怎么做 咱们马上看例子 今天的例子其实很简单 我这个地方大家请看 定义了一个view的data的这么一个模型数据 也就是说 咱们有一个view 这个view它自己会保持一些个数据 会保持哪些数据 大家请看 一个是文本输入 用户输入的内容 这么一个test input的变量 另外是一个message 用户在画面上要看到的什么信息 这个信息保存在这个变量当中 上一期我给您介绍了 时候是说 这个地方咱们是用state 对吧 今天因为咱们做的是一个页面 或者说是view集的对象 所以说这个地方用publish出版 然后这个地方用 我这个类是可被观察的类 前几期我给您讲过这个知识 OK 这样的话 咱们定义这么一个类之后 这个类就能够在各个view中去使用 同时这个类中所定义的 这个已经publish出版的这些属性 就能够被其他的页面 或者说view所访问到 同时听好 同时具有状态保持的功能 和state和state object的功能 是完全的一样 好不好 只不过它身份周期呢 略大一些 OK 那咱们再看 我这个地方定义了一个用户输入 它保存用户输入的内容 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方我用到一个det set det set什么意思 咱们都混音语嘛 对吧 已经被设置了 对吧 那么已经被设置完之后 就会进入到这个属性 或者包装器里面来 干什么 大家请看 这地方我做了一个判断 就是说 如果用户输入的这个内容 我呢把它trim一下 把两边空格 trim掉之后 判断一下这个大小 你trim完 比如说用户输入了9位 然后呢 咱们其中有一边是空格 咱们把它trim掉之后呢 变成8位 然后呢 取到这个8 这点抗取到咱们这个字符串的长度 然后比较 我trim完之后的这个字符串的长度 是不是大于8 如果大于8 我就问你 不行 你输错了 你得重来 那怎么办 大家请看 在这地方呢 我让这个老值 这个是它内部的一个值 我让它以前咱们输入前那个值 等于咱们现在当前的值 用这个方法就限制住了用户所输入的最大长度 对吧 因为咱们这个函数 每次执行用户发生变化 一输入发生变化的时候 它都要进行一下执行 它判断当前用户输入的长度是多少 如果超过8 那么就让它等于原始的值 不让它再往下输入了 OK 就这个逻辑啊 好 这就是咱们这么一个小小的 可被观察的对象的页面级的数据类 该怎么用 马上看哦 接下来大家请看 这是咱们有普通的view 没有说的 对吧 在这个地方用到了可观察对象 observed object 对吧 然后把刚刚咱们这个contentviewdata拿过来 生成 声明什么 声明成咱们这个view级的对象 也就是说 它在咱们view的生命周期当中 它是可以访问到的 同时状态保存 同时可以被更新 好不好 OK 数据的内容咱们都说完了 接下来咱们看看页面的构造情况 怎么构造 大家请看 一上来是有vstack 没说的 这是纵向布局 对吧 然后一上来是咱们页面title 然后这个地方text 这个是咱们输入的文本框 这个地方大家注意看 咱们上期我给你讲过 这个地方因为要把这个变量传进去 它内部更新完之后 要更新这个变量 所以说这个地方 咱们要以地址方式传递 这个地方呢 我要加个dollar 没问题吧 OK 那么咱们通过这个属性 通过这个viewdata下面的text属性 就保存 或者说就取到了用户输入的内容 没问题吧 OK 这个上期咱们讲过 这地方是设计下咱们这个文本框的样式 包括不要自动完成 自动完成这个很讨厌 然后大家请看 我这下面有个按钮 这个按钮按下之后 咱们执行什么逻辑 我这都给你写出来 咱们看啊 首先把用户的书的内容 咱们先trim一下 这没说了 这光trim的这个trim空杆 没有trim空行 trim空行还得写上一个另外的属性 这个很麻烦 这个不如咱们这个JavaScript等等简单 好 咱们出来完之后得到一个值 然后咱们判断这个值 如果用户什么都没输的话 当咱们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咱们会给用户显示交信息 用户名不能为空 对吧 那么如果用户输的内容 同时合法 有什么叫合法 小于八位 对吧 那么咱们就给他打印一个 干得不错 这是咱们整个处理页面的逻辑 对吧 OK 下面是这个按钮的样式 就是这么一个test框 对吧 接下来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是个test框 标识什么 标识咱们用户看到的信息 大家请看 用到也是个view data 下的message这个属性 对吧 OK 其实咱们页面操作数据 就是操作这个view data 下面的这两个属性 对吧 一个是testinput 一个是message OK 这就是咱们页面逻辑 大概的样子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您会看到 如何定义一个页面的数据类 如何出版一些属性 然后呢 如何对用户数内容进行限制 同时如何给它做状态保持 还能够更新它 对吧 OK 那咱们马上去运行一下 我呢 马上开个工程 好 咱们试试啊 我这下一步 咱们直接建个工程 就叫做myapp 没问题啊 我给您做客件 所有的这个工程 我都叫myapp 存到我的桌面上 没有问题 然后把我这个scode最大化 整理一下 在这个地方 咱们就可以拷贝上咱们刚才的代码 首先说 这个content view data 按理说 咱们应该建一个模型文件 对吧 今天呢 我不给您讲这个mvvm的这个模型 所以说呢 我就把这个类 怎么着 直接拷贝到咱们现在这个view的这个类中去 这个文件中去 也是可以用的 咱们试试啊 拷贝过来 拷贝到咱们这不是一个content view吗 这是个view的文件 对吧 就拷贝到上面 存盘也是没有问题的 OK 接下来咱们拷贝 我要引用这个view的数据 没有问题吧 拷贝到view的模板级的位置 没有问题 然后接下来拷贝上咱们这个view的里面的内容 这是一个vstack OK 拷贝过来之后 咱们马上运行 没有问题吧 下面是这个preview的部分 preview的部分一般我都不用 所以说把这个删掉 我一般都喜欢运行起来看结果 OK 咱们马上运行 我还调成我的8加 也不是为什么 咱们就是喜欢用8加 好试一试啊 好 编译成功 应该运行起来 我把我的scode缩小一点 咱们看一下 第一次启动比较慢 因为Tile在我的这个虚拟机里面 摩影器里面安装一下这个程序 咱们稍微等一下 如果咱们要今后 我会还给您讲到连远程的Firebase等等的 可能启动时可能会稍微还慢一些 好 大家请看 这是咱们的标题 没问题吧 这个是一个输入框 没问题 这是个按钮 然后咱们看下面画面的最下方 这是一个咱们的消息框 无脏俱全 什么内容都有了 OK 那咱们输入 咱们先什么都不输 对吧 咱们直接点确定 你看用户名不能为空 为什么 因为他在这地方做判断了 对吧 我拿到值 吹我们一下 然后看看是不是 等于空 等于空 就不让用户名不能为空 对吧 好 那我注意看 我要输内容了 比如说 12345678 没问题吧 8位 我能不能说到第9位 咱们试试 大家请看 我现在正在不停的按键盘 但是呢 他却不往前输了 对吧 删掉没问题 再按 不说了 对吧 为什么 对 这个deedsize起作用 对吧 他会 只要咱们输过值 这个内容发生变化 他就会去走下这个逻辑 判断你是不是大一八 大一八的话 就把老值复成新值 那么这地方 他永远就不会超过8位 大家请看 通过这个方法 咱们就限制住了用户输入的位数 对不对 其实不是很难 一个属性就搞定哦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讲解的所有的内容了 咱们呢通过这四个属性 好不好 限制用户的输入 其实在咱们比如用户登录的时候呢 还会有好多其他的逻辑 比如说 你判断是不是那个大消息混合都有呀 比如说您输的是不是一个email地址啊 等等 这些都是一些小技巧 我今后呢会慢慢的给您讲到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我的代码呢 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下载参照一下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